Lun Sang 女士 团队 恨过了 醒着了 笑过了 哭着了 太多的委屈对谁讲 一个人的凝望 两颗心的相撞 匆忙地走着 恍惚的忙着 只因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羊 清晰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 我要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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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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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俩 有自由的生活 鸡鸡蓝色的 二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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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鸡鸡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苏达 有人找你 我这儿正忙着呢 你让她排队 苏达 苏达 我要离开贤总 为什么呀 这才刚多长时间啊 他 他老婆存乖回来了 他老婆 原来他是个有父之父啊 我 我不知道他还有老婆 他就是一骗子 当初他说他没结婚 我才跟他在一起 你也知道 我太想出唱片 我太想成功了 所以我 现在我知道他的情况 我想要离开他 可是他不同意 还不断地要挟我 纠缠我 他老婆知道以后 还要报复我 还派人到处找我 我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所以 我只能来找你 苏达 我知道 是我不好 我伤你心了 我也知道 只有你 对我才是真心的 当初我来北京 一个人 一把吉他 我什么都没有 可是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特别的安全 我也知道 我们回不到以前了 可是我 哎哎哎哎 咱先不说这些了 你今后 打算怎么办 我要离开他 重新开始 喂 喂 苏达吗 你跟那个女孩在一块呢吗 在一块呢 怎么了 店里面有人找他 你赶紧回来吧 什么人啊 还能什么人 咱回来出事了 他们说店里有人找你 我回去看看 你在这儿等着 哎哎哎哎 苏达 找我的人肯定是钱总 要么就他老婆 不是那我怕什么呀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不是你忘了上次砸车的事了 那就是一帮流氓 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 你听我的你别去啊 别管了 苏达 苏达 你别去 要去 我跟你一块去 原来是这样啊 就说呀 我们公司压根就没经过我们 直接把这广告位 签给了一关西户 一下子我就给被动了 让我就想着 要不我就先把你的推款给办了 我再告诉你前妻 哪知道她突然来我们公司 说要签约 把我给弄了个所所不及 那这事也不能怪你啊 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上面的主你也做不了啊 反正说到底 就是让你受委屈了 话是那么说 可毕竟每天面对客户的是我 不管公司做了什么决定 都得我们这些一线员工 去废嘴皮子解释 可客户又不知道公司发生了什么 所以只能把气都撒我们身上 好处呢是公司得 麻烦呢是我们承担 我跟你说 我们这些员工真的像战士 每天呢 背着公司亲情奉送的特大好黑股 还抛头颅撒热血 最后呢两头都不劳好 那倒也没那么严重啊 小苏 我现在觉得啊 这个结果挺好 起码我跟我前妻之间的问题解决了 大家都得不到这个广告费 你呢也不用在我们之间再周旋了 特别是我女儿代代 她不再会为我跟她妈妈之间 争广告费的事天天纠缠你 这个事我都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 原来你都知道啊 你说我女儿她什么样我还能不了解 这孩子从小没妈妈 是我把她宠大的 所以有点任性 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回头我好好教育教育她 不用 你这闺女呢是任性了点 但也没到胡搅蛮缠 不懂道理的地步 倒是你和你前妻啊 你们俩多成年人了 能不能把你们前半辈子恩怨 给理理清楚呀 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你们女儿 这个不好 是是 你说得对 我这人说话直白你别介意啊 不能 既然呢代代是你女儿也是我朋友 还是我弟弟的闺蜜 你呢又是我客户 代代又喊我一声后妈 就冲咱们这有点混乱的亲密关系 我也得提醒你 你真应该尽快地处理好你的个人问题 就算为了代代也得呀 你说得对 我一定把我个人问题处理好 这件事那么长时间 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 你今天必须得答应我 让我请你吃饭 没问题 正愁没地方找饭辙呢 好 那我换个衣服 如果苏姐成了我亲后妈 苏打酒真是我舅舅了 这臭小子凭空就长了一辈 到时候 我更得好好欺负欺负她了 苏打 给我来一次 苏打 您轻轻的怎么踏上这事了 对不起姚老板 给您添麻烦了 我倒没什么 不过那几个人可不是擅长 有两个人在这地面上 可是很有名的 我知道 其实这事吧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 你们的事我也不想打听 这年轻人今天和明天分的事很正常 不过我跟你说 这事可不好理 你呀 自己小心点 丑话跟你说前边 不管怎么着 不能到店里闹事 要不然我可不依你 我在家里闹着 reefs遇到你了 这几位是我们店里的高级发行士 这位是阿明老师 他呢在我们店里工作的时间 是最长的 而且呢在全国呢还得过银奖 他最擅长的就是造型和烫然 这个老师发型倒是很简单啊 这位 这位是常老师 专门研究中老年妇女的发型 肯定适合您 国际都有新标准 六十岁以下都算中青年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位 这位是皮特老师 他的强项呢 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 最时尚 最潮流的最新款发型 要不您 你们店里有没有正常一塌上师傅 我其实只是简单地剪个头发 用不着这么心事动众 那好 那您这边请 小苏啊 想吃什么随便的点 别跟我客气啊 您放心 我一定把推给你的地点 全给吃回来 好 谢谢 服务员 你们这儿的菜名也太奇怪了吧 小姐 这也是咱们店的特色呀 咱们这儿的菜呀 不管是做法还有口味 都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这菜名嘛 当然也得有新意啦 我能看看吗 怎么与众不同 你看看 就看菜名 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菜 我还给您保持现有的发型 就稍微修剪一点 显得更有层次一点 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 您看行吗 轻点啊 您放心 对呀 您能解释一下 这个拨灰战争是什么吗 这您都没看出来呀 这是菠菜半黑木耳 对 拨灰战争 那绝带双胶呢 这是金红双色虎皮尖胶 双胶 是这么来的 那要这么说的话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就是泡椒凤爪了 先生 您太聪明了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不过呢 咱这是杀鸡 花猪菜 所以啊 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啊 它是黄豆炖猪蹄 都是猪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红韵当头呢 这红韵当头啊 是红韵猪臭肉 这疯乳肥臀就是烤乳猪 人家乱棍打死猪八戒 一定是蒜苗炒肉丝 小姐 您这智商太高了 太棒了 我全要了 我喜欢 好嘞 你吃得了吗 我想吃 行 那就都来一份呗 好 啊 不好意思啊 姐 你不会弄静音啊 对不起 姐 那我先接一下 不好意思啊 喂 三年 苏大 我真的挺对不起你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这正忙着呢 回路再打给你 喂 你怎么了 三年 你怎么哭了 苏大 我害怕 三年 你先别哭 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 苏大 三年 对不起 姐 我真的有急事 您稍等我一下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三年 我这儿有事 回头再跟你说啊 老板呢 我是老板 我是老板 怎么了 怎么了 老板啊 你们这儿是怎么服务的 这是什么员工啊 不是 苏大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老板 那个 姐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你耽误我时间了 没见过你这么干活的 一边聊天 一边给我剪头发 你这剪的伤了我怎么办 我很不满意我投诉 别别别 这回事 您别生气 这苏大平时不是这样 他今天有点事 谁没事啊 谁没事啊 我原谅他 原谅他等于 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 您别着急 这么着 我给您换一个美发师 保证把您的发型啊弄好了 你们耽误我时间了 得赔偿 是是 是我们不对 这么着 您这个头发免单了 用不着 你们这几个小钱算什么 这种员工你们就不能用 我要是老板 我早就把他开除了 你要开除谁啊 他 他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啊这个 没事 没事 他对你这么凶 这大老远的 我就看得出你在这 指手画脚的 别说了 行吗 不是人家的事 是我的错 就算是你的错 咱也不能容忍别人 得理不饶人 没事穷找茬 自以为了不起 不拿别人当回事的恶习 下了谁不回家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你看不出来吗 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 现在信了吧 你 苏大 走 咱今儿猪八戒扔耙子 咱不伺候了 走 站住 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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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袋袋 天 今天你必须把这个超小的我开除了 味道还不错 可以 小叔 有个事 你千万别介意啊 我跟袋袋都说了很多次了 别让他那么厚麻厚麻叫着的 可他就是不改口 孩子太聚了 周医生你别误会啊 我告诉你袋袋叫我后妈的事 可不是为了让你给他施压 强迫他改口 好 再说 就袋袋这个脾气 估计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告诉我他 其实爸他管我叫什么 就是个称呼 对我真没什么影响 但我觉得他老不改口 这个事认真思考的 应该是你 我 你想啊 你跟你前妻都分开那么多年了 用袋袋的话说 这些年他过的是有爸没妈的日子 有句话不是说吗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再好的老爸都替不了 是啊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就是我后妈大大的 因为她对我特别好 所以呢 我从来没觉得缺少过母爱 但你们家袋袋就不一样了 就算你给她再多的爱 对她再好 在她心里啊还是会少愉快 你说的是挺对的 可你知道袋袋 她是我唯一的女儿 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你知道吗 她那么小 我跟她两个人相依为命 我不是说 没想过要往前再走一步 也想 但就是不敢 人家不都说十个后妈九个坏吗 我又怕我们家袋袋 找到一个对她不好的后妈 那她这一辈子多委屈啊 这话听起来挺有道理啊 但我觉得啊 你就是本着固有保守的老思想 曲解了后妈的定义 你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前怕狼后怕虎 恨不得把所有的天灾人祸 都在脑袋里过一遍 这不自己吓唬自己吗 我就不相信什么 十个后妈九个坏 那你怎么就不能 把那个好的给找出来 那么多心地善良 为人和爱的中年女性 你怎么就要保证 一个合适的都没有啊 我不管你说啊 袋袋安排过几次我相亲 真的呀 可是结果都是让人啼笑皆非 反正我觉得相亲这事 不怎么靠谱 袋袋还真没跟我说过 都说相亲 能发生很多好玩的事 说来听听 怎么拿呢 怎么拿都不好意思啊 不是 顺便我帮你分析分析 到底是广大女性不靠谱 还是你的要求啊太高 高得够不着病 不好意思说啊 你说嘛 不说也行 反正啊 我能去问袋袋 你要是不怕她天油加速 把你的光辉景象全给毁了 我是不建议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招了我 你这口吻跟袋袋太像了 你说难怪啊 她非得哭着喊着 让你当她后妈呢 给 行了 别不高兴了 不就丢一工作吗 至于吗 再说也不赖你 要赖也赖我前妈 我前妈那个人吧 她就从来没把别人放得严厉过 全世界就她最大 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想 幸亏我从小没跟她一块长大 以至于顺利地躲过了 她把她恶劣的遗传基因 过度传染给我 那遗传基因都是天生的 哪有后天传染的 那万一呢 这可说不好 我就是觉得吧 太对不起你了 因为我前妈害你把工作都丢了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前妈 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 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这事全赶一块去吧 要不我老板真不至于非得开除我 还有别的事 又看不出来呀 苏丹 你够痴心够多受善感的呀 怎么着 要不姐把人给你叫回来 然后你再一通通哭流涕苦苦哀求 行了 我跟三年 你怎么结束了 结束就对了 中华儿女千千万 走了一个咱再换呀 她不跟你好 那是她的损失 反正我今天是倒霉透 倒霉 你倒霉 你百年不遇地赶上我跟我前妈 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叫了一回劲 情急之产 我把初吻都给你了 你占多大便宜啊 怎么着 心里乐开花了吧 给姐乐一个 行了 为了庆祝你光荣而充满戏性的失业 也为了庆祝我跟我前妈在斗争中 取得了阶段性的小胜利 我带你去一好的地儿 去哪儿啊 别问那么多了 去了就知道了 走 水没拿 带你去一个 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儿 打你个眼眸金星 我让你知道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我打你个满脸开花 我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你这样红了 我打你个尿流 我让你知道 冲刀断水水更流 打你个鼻血横飞 我让你知道 鸡手飞不是吹 再来 再来 你找着地方真不错啊 是吧 我下次 我还带你来 我 我打死你 你来一下 我有事说 怎么了 有两件事我要跟你说 第一 那个广告位我不签了 第二 我要把戴戴接回来 如果 广告位的事情是因为 杂志社的问题 我能理解 可是你女儿的事情 我女儿的事情 现在就是我最大的事情 之前她没有跟我 在一起生活 我以为周东风 可以教育好她 但是她没有教育好她 现在戴戴成了一个问题少女 你 你这话说得太严重了吧 难道还不严重吗 去年没有考上大学 就已经够严重的了 现在倒好 小小年纪还要谈恋爱 还是一个什么发型师 我简直要崩溃了 你 在我看来 戴戴什么问题都没有 可是为什么你一直认为 她是有问题的孩子 这次没有考上大学 她还有机会 再说十八岁谈恋爱 没什么不正常呢 那发型师有怎么了 我不是在跟你讨论 我是在告诉你我的决定 我要把她接回来 我要好好的为她 规划她的人生 怎么样那点儿 好 解气 痛快 你常来 我给你办张会员卡啊 行 其实我哪儿那么多气色 你别揍我啊 你看 瓜 你没看他们俩正共度 甜蜜时光的吗 别打扰他们俩 他们俩不可能嘛 怎么不可能 苏达今儿我就把话放着 你姐早晚成我亲后妈 真的 真的 叫舅舅 老周 嗯 怎么个情况啊 这怎么个情况 后妈你给我找得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又绕到这事上来 那当然 我这天天看 你也不太着急的 这时候不能操之过急 强扭的瓜不甜 愣找他妈不亲 我不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完了死急歪劣给你找一个 这糊弄将就不行 你这个观点我充分支持 我觉得您今天找那就不错 而且还是我喜欢的款 今天我找谁了 还不承认 你刚跟人逛完机又把人给忘了 你说苏简吧 那还能有谁呀 不是 我是去找她 退那个广告位的订金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你妈也没拿下 是吗 那真是大快人心 你说你这孩子这都什么心态 你妈没拿下呢 完了就在人家杂志社闹了一通 把苏简给数了一顿 我觉得这样挺不好的 完了就请人家吃个饭 我光吃饭啊 别瞎想 前妈也真是 就是瞒不讲理 难怪故意找算了 但是那广告位的事 翘不顺呢 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我是说呀 广告位的事这不都结束了吗 你现在跟我前妈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牵扯了 你现在应该不遗余力地把苏简向我后妈的方向快速发展了 你别别别闹 这不是一代人 老周 婚姻法上明确规定 近亲不能结婚 可没说不是一代人不能领证啊 妈 妈 我真的不想去吧 那个破酒店我都去过一百多次了 我今天是让你陪着艾莉去的 你知道不知道 那你干嘛陪我一会儿去吧 不行 我们俩人今天没空 不是我跟艾莉又不熟你说 我们俩在一会儿被尴尬的 谁说你跟艾莉不熟啊 人家从小在你屁股后边凯迪歌长凯迪歌短的 怎么会不熟呢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她几岁我几岁啊 再说她走了以后 我们俩就再也没见过了 所以才让你们多接触呢 接触时间长了不就了解了吗 妈 我真的有其他的安排 你让小姨去陪艾莉呗 不行 你小姨今天要拍广告 没时间 那这 凯迪啊 你是不是心里还装着那个苏简呢 所以你才不想跟人家艾莉接触 对不对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妈妈今天明确地告诉你 那个苏简绝对不可能进我们家的门 艾莉才是我和你爸爸为你选的 未来的儿媳妇呢 你跟她多接触接触 慢慢地你就会发现 在艾莉身上啊 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这个感情这个事啊 它不能这么比较 并不是谁的优点多 谁就一定适合我 我明白 但是你怎么就知道一个没有跟你接触过的人 就不适合你呢 爸爸和妈妈为你选择艾莉 那是用了我们一生的经验 为你斟酌你未来的幸福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要给人家艾莉一个机会 你今天必须得去 这是我想了很多天做出的决定 我知道让你接受起来有点难 但是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我跟你说过了吧 不要拿女儿的事情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备照顾太太了 你就把它交给我 拿上这笔钱 把血液尖了 好好地去治病 治病 我得什么病了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你癌细胞都已经扩散了 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我癌细胞扩散了 带给已经把你的遗嘱 和器官捐献证书给我看了 你不要再瞒我了 我全都明白了 他给你看遗嘱 器官捐献证书 那我明白了 艾莉 其实今天我来这儿见你 都是我妈爱水安排的 我知道啊 伯母都跟我说了 跟你说了 他说你平常特别忙 没有时间跟我见面 今天啊 就是他让你把手边的工作停了 好好地陪我一天 他是这么说的 凯迪哥 真的很谢谢你 还那么客气 特意抽空来陪我 这没什么 你是说他说的都是谎话 你根本就没得癌症 他是为了让我把那个广告位 让给你他才这么做的 是 那我也没想到这孩子 能撒出这种谎话 这玩笑开子也太大了吧 你是怎么教育他呢 你怎么把他教育成一个满嘴谎话 一声恶习 说这么赞云一天打黄 我一点破绽都没看出来 他姐姐就不可救药 不不不不 春宏 孩子撒谎的确是他的不对 但是你也应该理解 他是完全是为了我 得到那个广告位 如果因此 你觉得孩子人品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不同 我是他亲妈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说他吗 都来你没有教育好他 当时出国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让你好好照顾他 好好教育他 现在成这样了 你对得起我吗你 好好好 消消气 消消气 这孩子撒这么大的谎 都是我的责任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但是春宏你想过没有 孩子现在变得这么逆反 咱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责任呢 不管怎么会有责任呢 宋小姐 就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请那明星子还不来啊 咱开不开工了 不好意思 我是广告部的 我们杂志的外联病了 拉我零水来顶替的 这明星也不是我联系的 舒小姐 问题是都到这时候了 人还没来呢 你说 还准备吗 对啊 这妆还没化呢 都化好妆了 我们是不是都该收工了 不是 抱歉 抱歉 各位 那我再给我们杂志 打个电话让他们催一催啊 赶紧打电话吧 来了 来了 抓紧 抓紧 总算来了 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会是拉广告 都拉到这儿来了吧 这可是拍摄现场 这回还真不是 今天我呢 是特地在等您 这是我的名片 你原来是这家杂志设的 没错 我也没想到 上我们杂志版面的大明星 就是您哪 他要是 四小姐 怎么样 可以不可以开工啊 文小姐 准备好了吗 如果可以我们开工吧 开工吧 来 准备开工吧 大家忙起来啊 你们也都准备准备吧 你们一很多人 我们想制作 真是冤家路窄 敢欺负我们家凯迪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 艾莉 要么我们出去走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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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姐 你看人家自己在化妆室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走了 不是 苏小姐 什么情况啊 当初跟你们公司签约的时候 咱可都说好了 不画道 摄影 可全都归我们 你看现在 人家把人带来了 这 什么意思啊 您别着急 我去沟通一下 快去吧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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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小姐 嗯 您给我们杂志社的合约上写得很清楚 您所有的造型设计呢 是由我们杂志社来负责的 您现在就是 真是不好意思 那份合约不是我签的 所以合约上的内容我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可不是个普通的平面模特 好歹也是个明星吧 哎 我总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化妆师 就来给我化妆吧 这些 都是我专门从香港请来的专业团队 他们今天给我做的造型 都是我们之前开会讨论过 特别适合我风格的 可是 文小姐 我们的摄影师对您的生产照 是由整体设计方案的 您的照片 得跟着我们的版面要求来 您就突然改变了风格 我们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场景 就全都作废了 这有什么作废的呀 你们不就是拍我吗 我只不过是换了个头型 换了件衣服而已啊 你们可以照样拍啊 不是 您看 这次我们订的场景是酒店的泳池 所以我们才设计了波西米亚风格 可现在您这形象 跟我们的风格反差太大了 根本就不适合这场景 怎么不适合了 有谁规定说这泳池边 只能拍波西米亚风格呀 那按照你的逻辑 泳池边最该拍的就是泳装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最流行的是反差 是需要这种冲击力的图片 苏姐 不是我说你 你的专业就是拉广告的 你来跟我讨论我们领域 这么专业的问题 我怕你也不懂啊 是 我不懂 苏小姐 还拍不拍了 不拍今儿可拍不完了啊 拍拍拍 马上就拍 那您快点 老师 他不喜欢你们的设计方案 我看您就别跟他较劲了 咱们先把片子拍了再说 反正你们的方案就算不用 结价的时候一分都不少 咱们就凑合着 把活先干完 您看怎么着 行 听你的 人事真多 走了 谢谢啊 辛苦了 开工了开工了 这酒店环境不错 园林的设计也很好 还好吧 没什么感觉 也是 其实什么事情 都是要有新鲜感的时候 比较好 一旦天天看着也就烦了 也许吧 把那本拿下来点 测点 测点 哥们儿不注意了啊 准备好了咱们开拍了啊 停 怎么了 温小姐 这刚拍一个小时 您是一会儿又换妆 一会儿擦汗 一会儿补眼影 一会儿又加餐 咱都停六回了 照您这进度 咱后半也咱都拍不完 那可不行啊 我们可是有约在先的 我只有今天有空 要是拍不完啊 那是你们的责任 是你们违约在先 冲您这么说 找方没法干了 老师 您别生气啊 温小姐 您这回又是怎么了呀 我快热死了 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要喝水 水 快快拿水拿水 您赶紧喝两口 我们继续拍 只要把照片保质保量完成了 日后也省得麻烦是吧 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要喝水吗 你刚才没听我说 我快要被热死了吗 我快要中暑了 我要喝的是冰水 你给我这水 都被太阳给晒热了 我怎么喝呀 冰水 对不起 温小姐 咱这现场真没有冰水 你看现在时间也挺紧的 大伙都忙一天了 你能不能坚持 把这套照片拍完 我马上去咖啡厅给您点冰水 行吗 行不行吧 那拍吧 拍吧拍吧 等一下 我这鞋怎么脏了 那你赶紧给我处理一下 温小姐 这鞋没脏啊 咱说这个镜头可能戴不到 我可是个完美主义者啊 温小姐 我跟你说啊 这鞋咱真戴不上 咱抓紧时间拍吧 要不然真拍不完了 那你什么态度啊 再说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拍片好吗 温小姐 今天因为你真的已经耽误太长时间了 你就赶紧拍吧 你们搞搞清楚好不好 今天是我花钱 请你们来给我拍片子的 我是你们的客户 你们应该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就你们这个态度 我完全可以去公司去投诉你们的 温小姐 我现在是按照公司的正常流程在工作 您的要求合理的我全部接受 但是不合理的我没义务配合你 再说了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可以去公司投诉我 我接受公司的任何处理 但是现在 请您配合我们把这照片拍完了 因为将来是你的照片 要蹬在我们杂志的摆面上 说明白一点 你配合我们拍照不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您自己 你还敢威胁我 我告诉你啊 就凭你这个态度 今天这片子我还真的就不拍了 凯迪哥 那个好像是小姨啊 我 我现在就去你们公司去投诉你去 你这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好 我们现在就走 现在就找人给我们拼拼礼 走 喂 你 你放开我 我现在就走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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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不得回座 毛巾 小姨 没事吧 小姨 卡丁 卡丁你可来了 我刚才差点被淹死我 卡丁 你 你都看见了吗 就 就是她推的我 她 她想害死我 苏姨 你太过分了 我小姨不会游泳 你看不上她 你不至于这么推她 我没有推她 你看到了吧 你认清楚她 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你 你还惦记她 小姨 你别说话了 要不要去医院啊 苏姨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叫艾莉 是现在凯迪西的 女朋友 比你强一百倍 是不是 卡丁 苏姨 喂 卡丁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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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伤心 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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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